捕风集团原本打算在花莲大规模的设厂养鸡 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捕风去年6月宣布暂缓 县府也废止了捕风养鸡厂的农业设施 容许使用同意书 但捕风向农委会提出了数愿 近日结果出炉 农委会认为县府废照理由不足 撤销了原处分 反捕风自就会担心捕风会卷土重来 表示非常的不能接受 农委会塑苑决定书指出 花莲县政府以捕风不尊重民意 造成社会内耗 严重影响花莲产业发展 为了避免社会持续分裂 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为由而废照 但对于产生何种重大危害 却没有提任何市政 违背了行政程序法 需有为防止或除去对公益的重大危害 现母没有提应给予浦风何种程度的合理补偿 净凭假设空泛非具体的理由撤照 程序及依据均不合因此撤销 以目前来说 现任务还是维持现在撤照的立场 那我们持续来跟农委会来进行沟通 那表达我们对于浦风 他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跟地方去进行沟通 这一个部分 那恐会造成很大的社会争议 这个部分又再次提出一些说明 然后希望农委会能够就这个部分来给我们一些回应 对 所以我目前在还是在整个程序流程中 凡浦风自救会联盟昨天表示 浦风在西部有多次污染 污泥偷到农地等不良记录 甚至去年6月11日 信件内容表示没有要召开公厅会 让在地居民如何幸福 不能接受的原因是 其实我们是愿意接受他来召开说明会的 这个公厅会 我们也有回文给他 但是他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性 但是没有必要性 我们如果他已经来招踏我们的土地了 才来跟我们说明 这样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认为是这样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对这个判决呢 我们认为说 其实浦风他在西部一直都是很不OK的 就是他们的污染啊 不管是他们的污染源要去哪里 留下呢 他们都没有交代清楚 那他们推托给厂商 我们觉得这样子是 很不好的一个大厂 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 这就会期盼 华丽县政府就浦风事件 新设畜牧场管理制制条例办法 广纳民意 让浦风及日后相关开发 进驻花莲时 能够做人民最有利的后盾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 在这边的污染上 我们下期待